大家好我是葉老輝 今天我們來講coolhome線上室內設計的第三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區域的設定 房子區域的設定 然後還有 開窗跟開門 這種 有洞的啦 在我們牆壁上啊或是什麼開洞 類似像這樣 好那你如果還沒有註冊的話請 盡快看下方影片下方的說明裡面 有一個註冊連結 你就可以獲得葉老輝要註冊的專屬優惠 好那我們很快的來看我們上一集教的是這個 平面圖的匯入 平面圖的匯入然後 然後還有一集是講我們的渲染圖 那你如果還沒有看的 你可以到右上角看一下這個資訊欄的部分 好那我們馬上就開始 我們先畫一下我們的牆 那牆它有兩個啦 一個是 畫房間 全部的 我直接用一個 畫房間全部的 然後上面這裡先設定一下牆的厚度 看你的厚度是多少 然後 做這個繪製 那這個拉出來就是一個方框 一個方框 然後拉到你要的 大小 然後放開 好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要分我們的區域 假設我們 像這個的圖呢 它的廚房跟這個客廳呢是 開放式的廚房 那我們要做隔間 假設啦 我們要做隔間 我們要做一個 透明拉門的隔間 那我們就必須在中間這裡先把它隔出來 隔出來那這裡才會有兩個空間 你會看到這裡有兩個空間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好那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把這個區域做這個區隔 好那最後一個是我們的 廁所 好 這樣總共有三個空間 好那我們選擇第一個 那這裡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房間的類型 點一下 我們可以點一下 這是浴室 設定好了 那你這裡也可以自己做打字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的廚房 選擇一下 廚房 然後第三個是 選擇一下我們的客廳 好 那你在畫的時候 剛開始你在畫的時候 我們這個 右邊這邊 你先點一下旁邊 右邊這邊有幾個可以設定 你的 高度 樓層的高度是多少 跟你這個牆會有關係 假設你的樓層高度是 310 那它就會再長高一點 那地板的厚度也可以做設定 當你有兩層三層的時候 這地板厚度也是要設定的 好那我們的區域 現在區隔完了 三個區域 三個區域 那我們再來呢 我們再講一下 上次有講到 我們的柱子 點一下 我們柱子先用放的 很快的把它放一下 然後 你放完東西之後 這裡會有一個複製 複製 你可以點一下 我們先把我們的柱子先做一個 處理 好 這裡有一個複製 點一下 那它就會有另外一個 好一樣複製 它就會另外一個 好這樣 依此列推 好 那我們的柱子做好了之後 還有我們的樑 假設你的樑 點一下 假設你的樑呢 這邊有一根 然後直的有一根 你的這個 其實你貼起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吸附上去 它就會自己吸附上去 那你可以設定它的寬度 高度 跟 好你看我們現在這裡的 有一個小圖 這裡有個圖 把它拉大一點 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參數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寬度 高度 跟長度 跟長度 高度它是往下漲的 好 那柱子也一樣 我們柱子也是有長度寬度 跟高度 所以大小 自己做這個調整 那你如果有圖的話 你就把它對齊好 按錯了 Ctrl Z恢復 上面這邊也有 一個恢復 一個是 下一個步驟 好來我們再把這個 恢復 到原本的樣子 好那再來我們要開窗跟開門 那開窗開門呢 我先講一下它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 在原本的戶型 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門 跟 窗戶 這個也可以做 我先做給大家看一下 假設我們先做一下廁所的門 好點一下 好那我們這裡就開好一個門了 那你如果方向錯誤 這裡第一個 翻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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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讓你選擇到正確的 那大小的話這裡做調整 或者是用設定的 右手邊做設定都可以 好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們開門的部分還有 開窗 開窗 我們先 把這裡講完 開窗假設我們是 這裡有一個落地窗 這裡有落地窗 好點一下 那高度寬度 自己在做設定喔 那窗戶前面還有一個窗戶 這個是 一個窗的 落地窗 移門 好那再來我們前面這裡我們就用 另外一個地方 看一下 第二個 第一個是戶型 第二個是公共庫 我們直接 套入我們的 東西 直接套入我們的窗戶跟門的 樣式 第二個是施工這裡點一下 那我們這裡就有一個窗戶跟門 我們先選擇門 那門有分外門 室內門 門框 滑洞門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這個樣式 的門 現在這個都電子鎖 有點像電子鎖的這個部分 好那我們假設選一個 門 把它 放上去 點一下就放上去了 然後做翻轉翻轉翻轉 好那我們翻轉到正確的位置 那再來我們窗戶的部分 一樣回到我們公共庫 施工 然後室窗這裡 就是窗戶啦 平開窗 所以你可以選擇我們是哪一種窗戶 平開窗這裡有一個基本的平開窗 點一下 那其他的窗戶你再自己做 試一下 好那就把這個窗戶拉一下 跟他的大小做匹配 好那當然你有測量的 你就要按照你測量的這個寬度來做設定 好這樣子你就會 跟實際的 裝潢的時候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最後我們還要講一個地方 是我們這個隔間門 隔間門假設我們這裡 廚房我們為了避免這個油煙 想要做一個隔間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的3D圖 目前是長什麼樣子 目前是這樣子 這是客廳看過去 那這裡有一面牆擋住 那擋住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我們的平面圖 在我們的戶型這邊 這邊 最下面這裡有一個 門洞 這裡有一個門洞 點一下 然後我們先把它放在某一個位置 假設我們的 洞要開在這邊 好那開完之後 一樣 它有一個高度 好你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圖 已經打開了 你看這個 門洞已經開了 那它的高度是多少 你可以自己做設定 好我們的 鋁門 我們的玻璃門 的高度是多少 你自己做設定 那設定完之後 我們的隔間的這個 洞洞就已經出來了 洞洞就出來了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放 我們的其他的東西進來 好像你這個是這個 玻璃的拉門啊 或是什麼 好這樣子就 OK啦 好那今天呢我們介紹這個 Coolhome的這個 開門開窗 還有我們的區域的設定 你的區域要做設定 這樣最後我們才可以做這個 虛擬實境賞屋的這個 功能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各個 區域的這個 名稱才會做對了 好那我們今天講 Coolhome的第3集 就講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如果還沒有註冊的 請盡快到下面看一下 這個專屬的優惠的註冊連結 就講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打開這裡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